杨苏标脏话,那个男人被提及,巅峰对决,画面被剪 本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将会播出嘉宾帮唱与菲斯戴尔拜的环节 嘉宾帮唱,节目组邀请到了凤凰传奇,黑豹乐队,潘伟博,王俊文 但最值得期待的绝对是菲斯戴尔拜的环节 因为根据说唱在线以及网友爆料,菲斯戴尔拜的环节有很多劲爆内容 包括杨苏上头多次标脏话,圣语一条四,Bridge大杀四方,那个男人被提及等等 首先是Bridge一整季被很多人说是混子,但此次Bridge的表现绝对亮眼 同时盖在被对手递子时,由于不会菲斯戴尔不敢唱唱,也成就一副经历画面 当然,针与最大的绝对是杨苏,因为杨苏组在与圣语组菲斯戴尔拜的时多次标脏话 由于规定不能说脏话,说一句扣5票,最终杨苏组被扣20票 但没想到杨苏组还是击败圣语组,所有人都不敢相信,包括杨苏组自己 结果公布后,杨苏组甚至不要链子,结果刘苏上场让他们把链子拿去,规则就是规则 然后刘苏估计是看刚才对你两名羽姓被杨苏Diss准备为他们说几句话 结果Iro突然说,刚才FaceStyle都不敢上场,现在没资格说话 而圣语在FaceStyle时对杨苏说我们不是真正的朋友,这句方吉拉也挺吓人的 结果播出后,杨苏与圣语估计都要遭遇一波冲击 当然,最终节目会怎么剪辑,我们到底能看到多少这些劲爆的画面就不得而知了 希望剪辑师做一回好人吧